大胆生出木 朝堂之上 竟敢如此狂言 身体好些了吗 多谢皇后捶徐 好多了 陛下饶过了父亲和哥哥的罪过 陛下楼恩 盈盈铭记在信 真是个知道感恩的孩子 连陛下都感叹 蔡国公身边有一个 至敬至孝的千金 可惜跟太子无缘呢 以后多进宫来 陪我说说话 是 下官知道 新南公主挑剔 我都没有让别人做 这是我亲手绣的 公主不喜欢 也不至于捡了吧 也许是因为 公主心情不好 她吩咐在做 私质数就在做吧 不过这一次 要做得更仔细一些 是 傅司质 这是要送去给西妃的 交给我吧 那是送我的那杯水 我知道是你 小事一桩 陆娘子不用挂在心上 你对我有恩 日后有机会 我必定报答 皇后曾经 想让陆娘子 做太子良帝 是我的一番话 才让皇后打消了 这个念头 太子良帝 说穿了 也不过是个妾 我陆盈盈 宁为鸡头 不为牛后 这件事情 是我该谢谢你 陛下 四海帮帮主方子言 曾救过微臣性命 他一心想归顺朝廷 求微臣向陛下带奏 愿提陛下扫荡海域 保大堂海上安宁 希望朝廷 能够宽恕他以往的罪过 陛下 此事万万不可 方子言烧杀抢掠 无所不为 他绝不会 真心归降陛下 蔡国公 是对方子言 深恶痛绝啊 陛下 臣对所有强盗 都深恶痛绝 包括以查叛军余孽为名 实则抢夺百姓的强盗吗 商出目 朕 已经宽恕了蔡国公 以前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是 陛下 陛下 老臣熟悉广东一带 更了解四海帮 方子言 十分凶残 他不管是商家的商传 还是朝廷的共传 他想抢就家 此人目无法技 作恶多端 不剿灭他 又损大唐的升卫啊陛下 看来蔡国公是给方子言 抢过吧 应该抢了不少金银珠宝 没错 连微臣国公的船他都敢抢 一般的商船 更不在话下了 陛下 其实方子言并非是 圣楚慕 微臣在 一个海盗头子救了你的命 你就在朝堂上替他说话 枉顾君威 你可知罪 陛下息怒 圣楚慕 刚打仗回来 初登朝堂 陛下天威 如日高悬 圣楚慕 他是被晒晕了 楚慕 还不谢罪 我不谢罪 郑作恶 我没有错 圣楚慕 你眼里 还有阵吗 陛下 臣没有错 别说了 让他说 方子言救过微臣的性命 这一点 微臣从未隐瞒 今日所言 不设私情 直乱公务 微臣亲眼看着方子言 横扫其他海盗 欢海上一片安宁 这对大唐的商船 官船 朝廷都是好事 如果只因为 微臣说实话 就要被定罪 那是陛下有负于微臣 而不是微臣有负于陛下 大胆声出目 朝堂之上 竟敢如此狂言 陛下 蔡国公 别拦着他 让他说 朕倒想听听 他到底想说什么 孔子收徒 有教无类 郭炎长是个犯人 孔子想收他为徒 还将千金许配给他 后来郭炎长得才兼备 位列七十二贤人 陛下圣德 教化四海 连海盗都想归顺 为您效力 这不正说明了陛下的仁德吗 况且 况且什么 古君王千金买骨 就是想以此告诉世人 他有多爱千里马 从此世人纷纷献上千里马 如今陛下 恩赐方子言一条出路 那么全天下犯过错的人 都知道陛下的心怀广阔 都会像方子言一样归顺 这样一来 大唐会减少很多兵灾 百姓安居乐业 微臣是陛下的臣子 微臣不会为方子言说话 微臣只会为大唐说话 圣楚慕 你不但擅长攻骂骑射 看起来 你的口才也好生了得呀 微臣靠的不是口才 微臣是有意说意 靠的是一颗 对陛下不隐瞒的忠诚之心 好一颗忠诚之心哪 陛下 方子言承诺过 会将广东一带的海盗 打扫干净 还让臣 给陛下献上一份礼物 这是惠娘子亲手绣的 山川锦绣图 山川锦绣图 朕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惠娘子已刺绣闻名天下 其父亲也是一个 高深莫测之人 传说 他父亲去世后 惠娘子十分伤心 于是 他把父亲留下了 一个天大的秘密 绣在这幅图里 历代很多人来争抢这幅图 发生不少血案 可惜 这个天大的秘密 至今没有人能破解 方子言连脚似火海盗 于是将他得到了手 特意献上给陛下 诛陛下的大堂 将来也山川锦绣 承让来 是 四海帮的事 容朕再想想 那个盛楚墓真是胆大宝天 朝堂上什么都敢说 他以为他是谁啊 这盛楚墓倒是有他父亲几分牛脾气 当年在晋王府 这盛肖静好几次顶撞陛下 顶撞得陛下说不出话 妾身以为陛下会处死盛肖静呢 没想到陛下骂了他一宿 第二天反倒赏了他 之后这盛肖静作战更加英勇 即便受了重伤也绝不歇战呢 嗯 一个牛脾气的父亲 生了一个牛犊子 对 情有可原 哦 对了 那个海盗头子还真献上了山川锦绣图 献着献着 但是不知道真假 这个刺绣名气太大 眼皮很多 妾身打小听父亲跟我讲 这秦皇啊 在灭六国之前 这六国为了日后能够东山再起 在破国之前 把大量的财宝啊都藏了起来 可是没想到日后连连战乱 知晓内情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知怎么让惠娘子的父亲给知道了 在临终之前 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惠娘子 所以这不是一副刺绣 而是一副藏宝图 眷父有四海 还在乎一个宝藏啊 那是 不过都说 得宝藏者 一定是天下之主 陛下不就是天下之主吗 如果得到宝藏 那不是天大的吉兆啊 先我说得有道理 那就这样 明天朕派人 把这幅山川锦绣图 送到贤后这里来 看看贤后 能不能为朕 弄出一个天大的吉兆 陛下把这烫手的山芋送给我 那妾身要是解不出来呢 破解不了没关系 权拿个摆设放这挺好 陛下这事还有事啊 颜肥身子不好 朕过去看看他 妾身恭送陛下 妾身恭送陛下 据说这是惠娘子的山川锦绣图 只是不知真假 这确实出自惠娘子之手 你敢确定 微臣的家中 祖传了一幅惠娘子的绣品 微臣从小就看着它 研究它 惠娘子的绣法与众不同 所以微臣断定 这就是惠娘子亲手所绣 看来还真是找对人了 你看看 这图中藏着什么 藏着什么 人人都说这是个藏宝图 本宫看了许久也没看出来 你看看能看出什么 这图中绣着大山 有云雾 有瀑布 这宝藏藏在山里 有瀑布有云雾的山 天下何止万千 谁知是哪一座 傅思智 你是思智掌管宫中绣品事宜 又了解惠娘子的刺绣 此事就交给你吧 交给微臣 是病人的 是病人的 我是病人的 是病人的 有事 事宫 是病人的 是病人的